发沙话题就跟就底 欢迎收看热情追踪 我是王李仲燕 台湾城乡发展失衡多年 各界期望透过青年板乡 翻展家乡 更在2019年正式推动地方创生计划 但是创业之路谈何容易 2021年国家发展委员会 在南投中心新村 打造全台第一个创生育成中心 作为创生团队培育的基地 至今已经有80组团队 加入两年短期培训 而明年初将是第一批种子成员 毕业返乡 是否将成功在各地茁壮发芽 育成中心作为辅导训练单位 提供哪些实战守则 热线追踪的深入报道 放眼望去青山环抱的红瓦屋 这里是省政府时代 号称花园城市的中心新村 穿越高耸的牌楼 仿佛走进时光隧道 台湾省政府的办公大楼 仍挂着金字招牌 2018年改由国家发展委员会进驻之后 转型成为全台第一个 地方创生的孵化基地 来自台中厚礼的蔡新颖 是萨克斯丰生产工厂的第二代 也是创生育成中心 首批入选的团队之一 我们今天上的雷射切割技术 像我们萨斯丰的零组件非常的多 大概两三百种跑不掉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他们的设备 来做一些试制的东西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省了一些成本 台湾厚礼素有萨克斯丰故乡美名 蔡新颖的家族从1965年创立老工厂 以手工打造乐器文明国际 而他们能够入选育成中心的原因 正是符合推动地方特色产业创新 和扩大市场独立发展两大条件 用个皮革 对啊皮革也可以贴在这里做造型 现在的市场状况就是一直都是代沟 但现在已经是十年有改变了 那改变我们整个萨斯丰 我们还是也要做一个改变 比如说音色的提升 比如说整个外观的样式 你要跟旧的产品做一个区隔 那你可能你的想法就是要比较跳脱 那我们也有帮助他们就是去分析 你现在这个产品在市场上的一些需求 老工厂如今想跳脱代工框架 蔡新颖决定打造客制化零件 打响品牌知名度 但是研发的技术和经验 却是艰难的第一步 创业不易 创生育成中心提供场地和器材的行政资源 辅导资源如一对一失资 媒合跨领域人才和行销市场 还有20到40万的奖补助金 在两年内培育团队发芽成长 地方创生育成最重视的一个是他的商业力 第二个就是他的特色地方特色力 第三个就是他的整合力 他回到故乡之后他自己事业做得好 也可以连结在地的一些团队去做共同的发展 在这边我们所看到的松原寺馆 是我们的国发会进驻之后 他所给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创生基地 就是我们的一个工作室 刘灵星是道地的中心新村子弟 发展生态和文化导览 是他获选成为培育种子的原因 早期的时候人真的很多 很可惜就是说他88年精神之后 那很多的房舍 他们对于一个回归的一个中央 但是就是变成一个闲置 这是我们育成中心的一个伙伴的一个团队 嗨 嗨 彭玉达是南投在地的茶农第三代 过去家里以批发茶叶为主 自从两夫妻接手生意 打算重新定位家中的好茶 转型精致路线成立品牌 透过育成中心的媒合 他们和当地小农在两年内 研发各种花香茶品 开辟传统产业新生命 你喝完之后可以颠覆你对于老茶的一个想象 因为它带有天然的蜜果香 我们摆了很多北中南的市集 那年轻族群喜欢我们的花茶 然后老的他喜欢我们的比较重烘培系列的这样子 所以的话我们会更有信心迎接接下来的挑战 调查地方创生团队的创业困难 在于团队人才不足 产品行销推广困难 当地基础建设不足 营运资金缺口大于预期 政府政策不符需求 非主流市场所需 当地数位科技设备不足等等 整体以资金政策人力和行销为难题 他们可能短期有政府的资金去做所谓的短期补助 或者是他们可能去做融资 做青年的贷款 他们想做一些有情怀的事业 可是当那些资金用完之后 他商业模式不稳健的话 他可能就很难更遑论在地方 发展出所谓的地方影响力 刘灵星热爱昆虫和爬虫类 更有丰富的在地生态知识 却苦无向外推展的机会 直到加入育成中心 经由实验商店 瞄准亲子自然体验 找到事业的一线生机 你好 欢迎来到这个地方 那这边是我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展示区 透过实验商店行销 不断测试创生团队的商品 搭配一对一业师轻受经验 以及齐全的生产设备 成就创生团队的创业第一礼路 就这一年的时间 其实我们还蛮多的 这样的一个建立的一个族群起来 对消费者的一个族群起来 2021年至今 创生育成中心 总共培育超过80组团队 2024年初将有第一批 约30个团队毕业返乡 落地之后 产业是否能生根 创造农村再生 值得关注 那到底他们未来能够在台湾的地方议题上面 尤其是偏乡的农村议题上面 他们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或是新的一种操作的模式出来 这个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推动地方创生 即将届满第一个五年 有了育成中心 创生团队渴望如雨后春笋 加速孵化 而遍地开花 是否有效翻转家乡 他们将走向 下一个五年的试炼